9月12日,名家网红李宇童,卢尹,自爆是薛之谦的前女友并指责遭其骗财骗感情,表示怀疑高磊欣和薛之谦复合是一场设计,还指出曾与薛之谦一起支付给高磊欣的一千万元离婚费。 消息一出,引起网友热议,对于李宇童的爆料,不少网友质疑其层热度,没有证据爆料时间线混乱,但因为网友爆料了李宇童此次发文的目的是为了发新更做准备,并指出他与薛之谦,餐厅的合伙人关系神秘,还透露李宇童在薛之谦没离婚的时候有韩国男朋友,网友晒出李宇童和一名男子极致亲密的照片,该男子还曾晒出这张照片,开玩笑说,图片中的人是自己的大姨妈。 李宇童与干男子只指亲密,干男子晒照很快,有网友指出和李宇童有意退的上上千,另一位合伙人,而他则和学之间微博互动频繁,与李宇童的微博也是相互关注的状态。